中逢三十七年法事大义 尊敬的主位法师慈悲 尊敬的主位同修护法大德慈悲 大家早上吉祥阿弥陀佛 再借这个佛妻的姻缘 再一次给大家来习讲 这个三十七年的大义 过去鸿一大师六十岁的时候 他常常跟这些统参道友佛友写信 以前科技没有那么发达 很多事都不方便 不像我们现在拿个手机 方便打个电话 一下子就解决了 鸿一大师 他常常写给这些佛友 这个信里面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他说 我六十岁了 我要开始来规划我的未来 我的路要如何来走 我的方向 我的目标 我要建在什么地方 都是通常一般的这些信 都想这些 没想到 到了六十三岁 一知十字 往生西方 自由自在的 瑞相很庄严 这久了 说走就走 六十三岁 就是他规划三年了 成功了 那今天我们来想一想 如果我们用这种的精神 像鸿一大师 把自己的目标定下来 把自己的方向定下来 就算五年十年 我相信 总有一天 我们一定会成功 只要你能够把握 你真话 听干 听话 真干 我相信 各个都能够得胜精度 像鸿一大师那样 我们雪梨金中学会 非常难得 一年 至少有四次打佛期 在澳洲的道场 很少遇到 墨尔本 一年顶多一次 布里斯本 一年顶多两次 西澳 一年也不一定一次 那 雪梨道场 它就比较特别 一年四次 有法师也好 没有法师也罢 反正一年四次 打佛期 这种的姻缘 是非常的殊胜 所以 你们很有福报 很多人 要想要打佛期 都没办法 只是 它的优点就是 没有地方供给大家住 大家 念佛完了 各走各路的回家 其他的道场 它有这样设备 打佛期 一度大部分 都坐在佛堂 早上一起来做早课 念佛完了 晚上做晚课 念好了睡觉 早上 四点半就起来 天天如此 打佛期 希望 我们 学会有这个姻缘 什么时候 看个人的福报 看个人的福报 像 我们的师父的道场 想要打佛期 在城市 没有坊间给人家住 有时候 用这个教室 来做坊间 所以还好 佛菩萨加持 隔壁 刚好有人 要把那个房子卖掉 把它买起来了 买起来 现在在装修 以后天天可以念佛了 大家可以住在里面 跟山上 山上是不一样 山上天天 你可以住在山上 但在城市没办法 还好 佛菩萨加持 买好了 现在在装修 以后 以后可以供给大众去住 因为 他有两栋房子 把它 融并一起 也可以做疗房 也可以做教室 所以 有时候 姻缘不居足 没关系 但是你有心 住过了 你有这个心 住过了 怕的是 是没有那个心 所以 过去 我们师父上人 常常讲 打佛妻 打佛妻的目的 你要放在什么地方 我没什么 要打佛妻 请问大家 你们今天来参加 这个佛妻 那你的目的 在这个参加佛妻 你要放在什么地方 请问你们 这个事情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今天我们打这个佛妻 目的放在哪里 了生死这一桩事情 除此之外 是没有别的 所以如果 连这一桩事情 我们都搞不明白 我们今天打佛妻的目的 这念佛 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就算你念了 一天一万生 五万生 但是如果你这个目的 没有正确的 去搞清楚 搞明白 就算 一生念佛念了几十年 到最后 你不能了生死 那念佛没什么意思了 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 这一句话 对外行的人来讲 他听不懂 他是我们几十年念佛念下来 应该你们是属于内行的 对内行的人讲 他就容易明白 我今天的目标 是为了什么 我来到这个世间 是为了什么 我是要来受苦的 还是要来求解脱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 这个道理 好 像一般普通人到寺院 到寺院里念佛呢 为什么要念佛 几乎都是向佛祷告 祷告什么呢 希望能够消灾免难 有一般的人 求消灾免难 固然是好 但是这个不是佛的本意 还有另外一种人 来到这个地方念佛 是为了什么 因为现身的生活 很多事 常常遇到那些不如意的事 很多一些不如意的事 太多了 到这里念佛呢 希望求佛保佑 怎么保佑呢 希望来世能够事事如意 请问 求是这个事事如意 固然是好 修点福报 但是也不是佛的本意 当然佛希望我们每个人 事事如意 但是在这个末法时代 行吗 称心如意的 心想事成的 那个是很少的 还有另外一种人呢 就是说 得人生没什么意思 即使大福大归 也没有什么样 让他太快乐 希望以念佛的功德 将来能够升天 享福 哪个人都不要 几乎每个人都要 那来生得人天 固然是好 但是这个也不是佛的本意 真的 今天如果我们来学佛 只是求人天福报 释迦牟尼佛 没必要出现在这个世界 因为出现多余的 你只是求人天福报 其他的宗教可以做得到 今天释迦牟尼佛 出现在这个世界呢 就是因为世间的宗教 做不到 他才出现的 如果能够做得到 他老人家不会出现 那请问师父 佛的本意是什么呢 佛的本意 就是另一切众生 就是像释迦牟尼佛 今天出现在印度 他出现只有一个目的 另一切众生 了生死 出三界 得救尽乐 离救尽苦 这个是佛的目的 佛的本意 为什么要了生死呢 因为生死轮回是很苦的 释放一切诸佛如来 把这个事实真相 看清楚 看明白了 希望一切众生 跟他一样 了生死 只有了生死 才能够解决 我们生活眼前的事情 不人的话 解决不了 就算得人天 你听到 你听到也有生死 解决不了 只有解脱 了生死 才能够解决 所以释迦牟尼佛 在这个佛说 阿弥陀经 释迦牟尼佛 最欢喜的一件事 释放一切诸佛如来 最欢喜的一件事 是什么 希望众生 离苦得了 但是师父 末法时代 你要了生死 出三界不容易 那怎么办呢 佛已经给我们 说了很多了 最好的方法 就是这个 什么呢 念佛法门 只有修这个法门 才能够帮助我们 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大家 一定要把这个佛妻的精神 建立在这样的 的精神上 念佛 才能够努力 才能够精进 才不会懈怠 因为我念佛 没有别的 不是求福德 也不是求孝哉免难 也不是求福报 我今天念佛 只有一个目的 我要离苦 我要得乐 而 得就尽乐 离就尽苦 就是这一个 不然的话 我们在这个地方 念佛 天天念佛 干什么 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 一定要明白 这个先给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佛妻的目的 就是建立在这个地方 然后从这个地方 让大家好好 大家好好去 用功 用心的念 总有一天 阿弥陀佛 会被你们感动的 其实阿弥陀佛 天天跟我们在一起 只是因为你心 没有真有阿弥陀佛 所以你看不到 当你心真有阿弥陀佛了 阿弥陀佛都在我们的面前 所以不要求求你自己的内心 那一刻 清净的心 有佛的心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清楚 所以如果只是拜一个佛像 但是心没有 你怎么拜佛 你永远也看不到 是不是这个道理 是不是呢 所以大家要听话 要老实 主师大的教我们怎么做 我们就听话去做 老实教我们不可以做的 我们就避免 因为这个人生真的很短暑 好 我们来继续给大家 讲这个三十七年 昨天已经给大家讲到说 我们虽然年纪老了 年纪大了 在这一生当中 你能够遗到佛法 而在一道佛法当中 你能够觉悟 说明你的善根福的姻缘 记住了 你能够觉悟可以算不错 最怕的呢 认识了佛法 遗到了这么殊胜的法门 就没办法去觉悟 那这个是最悲痛的 是最惨的 很多人就是这样 到死的那一刻 到死的那一刻 临终的那一刻 还不觉悟 你说 悲哀不悲哀 很悲哀的 所以很多人在这个时候 像师父常常遇到的 像昨天给大家讲过 哎呀 师父啊 我今年五十岁了 我六十岁了 这么晚年才遇到佛法 如果早一点 早一点 我能够遇到佛法 我就不会怎么样怎么样 我就不会糊里糊涂 去造业 去犯一些的过失 如果我早一点 遇到佛法 我会真的用功努力 去念佛 去修行 请问大家 真的有这样的事吗 今天你们遇到了 你们有真修行吗 今天你听到了 你有真念佛吗 说老实话 实际上 你早遇到佛法 你也不一定相信 你也不一定会发心来学习 你也不一定 有心来念佛 有心来修行 不一定的 叫他念佛 找种种的借口 哎 我很忙啊 我现在哪有时间 我要去看电影而来 好看的电影 the best movie to know the good 我要去看电影 哪有时间 我要去念佛呢 是不是这个 找种种的借口 也不一定会相信 最尊敬的主义同修大德 有时候不要欺骗自己 以为欺骗了别人 能够把自己的过失 就覆盖了 很多人 这一类的人太多了 像昨天给大家讲过的 佛陀在世 有一个故事 很被挨的 就是 平婆索罗王的皇后 平婆索罗王的皇后 叫什么名字啊 威迪西夫人 威迪西夫人呢 她生在皇宫 享受荣华福贵 复活天下 像这样的好的生活 这么殊胜的生活 天天享受 从来没有受过一点苦 而且她有福报 释迦牟尼佛 常常到皇宫来受殷供 受殷供啊 也会给她说法 她有没有认真在学习 有没有认真在听 没有啊 她没有在听 这么好命 生活什么都有 要吃饭有人给她煮 要洗澡有人把她准备 要洗衣服 有人给她洗 要剪头发 有人给她弄 要化妆 有人给她化妆 你说 这样的人生 我们行吗 所以佛讲啊 福贵修道难 是真的 你生在天道 要温和佛法 要修行 很难 你躲在三恶道 你要想要听佛法 更难 所以最好就在哪里 就是在人间当中 做人 在中间 天道在这边 很难 地狱在这边 三恶道在这个地方 人在这个地方 是最方便的 到了有一天 她的家庭变故 她的儿子阿瑟瑟王 造反 造反了之后 把她的父亲推翻了 自己当了国王 然后把自己父亲 抓放在哪里 地下的监狱 然后来虐待他 而且不给他吃 让他饿死 到了三七日的时候 阿瑟瑟王看到他的父亲 他还没死 三个世 就是将近一个月 二十一天 没有吃 没有喝 虐待 还不死 而且身体又很健康 所以这个阿瑟瑟王看到这样 有点怀疑 所以去查 查到了他的母亲 威迪西夫人 每次去见他的父王 他是怎么做呢 把这些葡萄酱 这些蜂蜜 涂在他的身上 涂在他的身上 把全身涂在这个 把这个葡萄酱 这些蜂蜜 涂在这个身 全身 然后穿衣服 等他干了 他穿衣服 穿了衣服 到了监狱 去见平婆首罗王 进了时候 把衣服脱掉了 把这个葡萄酱 蜂蜜干了 一块一块拿出来 来给这个平婆首罗王吃 平婆首罗王 才维持他的生命 知道那种事情 阿瑟瑟王很生气 拔起他的宝刀 又把他的母亲杀掉 这个时代很多 杀父杀母很多 要把他杀掉的时候 这个大臣说 你对你的父亲都这样了 你现在回头过来 要杀你的母亲 如果这样 我们不能辅助你了 他的气在消 但是有没有放过他 没有 把他的母亲软件起来了 谁也不能跑 那怎么办呢 在这个时候 我对西佛人在想 学佛多好 佛多好 你看 很多人遇到这个逆境 才想起 阿弥陀佛才好 在快乐的时候 把阿弥陀佛忘得干干净净 遇到逆境的时候 不如意的是 阿弥陀佛 哎呦 怎么样 你想一想 在这个时候 想起佛的时候 他就合掌 遥向佛住的地方 佛住在哪里 灵山 他往灵山 跟佛求助 用他的虔诚的心求助 那在灵山的时候 释迦摩里佛跟大众 像我们大家 聚在一起 像我跟你们大家 聚在一起 突然间佛不见了 比如说突然间我不见了 跑到墨本去了 佛有这个能力 我没有这个能力 我还在这个地方 佛真的不见了 那佛不见在哪里呢 出现在皇宫 当威敌媳妇人 拜下去的时候 感觉到有一片祥光 在他的面前照下来 一起头看到 佛已经在面前了 他很激动 很欢喜 所以很多人 看到这段故事 很羡慕 威敌媳妇人 我天天拜佛 天天念佛 而且常常跟佛 甚至也掉眼泪 佛为什么不出现 威敌媳妇人 为什么会出现 因为威敌媳妇人 先很虔诚 虔诚到什么程度呢 他看破 他放下 你们遇到事情的时候 你们会看破放下吗 不一定 只是把自己的委屈 讲出来 某个人这个不好 哪个人不好 这个是不好 哪个不好 威敌媳妇人没有 威敌媳妇人 遇到佛的时候 跟佛讲他的造语 下面呢 威敌媳妇人是怎么真诚的呢 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讲 大家可以来学习 威敌媳妇人跟阿弥 跟释迦牟尼佛讲 他说 我今天遇到这个事情呢 我不蔓延别人 我不怪别人 我只是请问佛头 这个世界太拙恶了 这个世界太苦 太残忍 我不想住了 他方世界 有没有一个世界 没有痛苦 没有烦恼 没有游力 像这个世界 请佛开示 当他为佛求开示的时候 释迦牟尼佛 才初把这个神通 死方诸佛国土 献给他家看 就好像看电视一样 最后选择一个国土 问释迦牟尼佛 这个国土是什么国土 为什么那边的人这么快乐 幸福美满 没有忧虑 天天快乐 释迦牟尼佛 才告诉他 你有福报 这个叫做西方极乐世界 威提西夫人问释迦牟尼佛 我要用什么方法 才能够到达西方极乐世界 才这个时候 释迦牟尼佛 才为威提西夫人 讲这个佛说 观无量受佛经 所以观无量受佛经的 因缘 是从一个故事来的 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 很悲哀的故事 而这个因缘的禅行 所以看到这一点 为什么佛会感应 因为威提西夫人 真的把这个世间看淡了 我不再留念这个世界 我这个恍惚我也不要了 享受荣华福贵 我不要了 我现在只有一个心 一个念头 我就是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把这个世间看淡了 我们会有这样吗 当我们遇到逆境的时候 痛苦的时候 我们会像威提西夫人那样吗 这个我们要反省 所以一个人的真诚心 不是从你的眼泪赚来的 不是从你那个心而来的 所以今天纵然我们五十岁了 六十岁了 遇到了佛法 在佛法当中 能够认识了念佛法们 那都不算实 因为什么呢 还有很多人 活到八十岁 九十岁 一百岁 甚至临终的时候 都没有这个机会 遇到佛法 所以今天我们闻到佛法 我们遇到佛法 都不算实 主要的是什么呢 你要把握这个机缘 你要珍惜这个因缘 你能够懂得去修 我相信各个都能够成就 各个都能够生净土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你看净土圣贤路里面 很多人念佛往生了 他们很多 几乎认识佛法才几天 念佛才几天 都往生了 他们能够做得到 难道我们做不到吗 所以中方果实告诉我们 只要大家能够把握这个机会 把握这个机缘 真心 真干 听话老实 各个都能够成就 各个都能够得到利益 这个不算实 那么持这个地方 是说明什么呢 说明在这个里面 我们这一生能够遇到这个念佛 能够闻到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介绍西方极致的世界 而有这个机会 我们能够脱离生死 那么如果还不能掌握 还不能把握的话 还不懂得珍惜 那真的太迟了 那真的迟了 如果还要等待的话 那真的没有机会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世事无常 人生无常 像佛常讲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这一生得忍生 能够遇到佛法 那说我们有福报 那好好珍惜 真的要好好珍惜 今天能够念佛 好好念 不要等到明天 等到火天 不要等待 对 真的 不要等待 说不准 明天是我们最后的一天 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的 还有很多天 还有很多年 生死无常 所以那个郭罗将很聪明 第一前老师告诉他 你的动作只有一个念佛 他真的念佛了 结果呢 他就是这样 吃饭的时候去吃饭 睡觉的时候去睡觉 起来念佛 累了去休息 天天就这样 三年成功了 所以周峰大师 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 既然今天我们认识到了 遇到了 我们要赶紧 赶紧什么呢 像此地讲的 遇事处理 我要忏悔心修 那么请问 忏悔心修 是什么意思呢 内容是怎么讲呢 忏是讲 改往修来 忏是忏谋 悔是悔过 所以忏是忏除以往 悔过是发心 修当来自己的前途 总说 改过自新 对过去所做的恶业 我今天来发愿 忏悔 或不再做 这个叫做忏悔 以前喜欢发脾气 动不动发脾气 我今天改了 忏悔 以前喜欢看别人的 对不对 看人家的是非 我也改了 以前喜欢讲人的是非 我今天也改 无论在什么样的 我要改 但是忏悔这个地方 我们要顺便讲一下 忏悔 是不是我们今天 天天把我们所造的业 重复地讲一遍 不是的 不是 像经上讲发禄 发禄 要一次 不要多次 为什么呢 如果今天要讲忏悔 从严格来讲 这个发禄 发禄就是忏悔 这个发禄 我们要在哪里发禄呢 在大众之众 来发禄的 在大众 我们来忏悔 把自己的过失 讲出来 把自己的错误 讲出来 这个是严格来讲 一个生团里面 都是有这样的 明确讲的 一般我们讲忏悔 是怎么忏悔的 一般我们在佛的面前 然后呢 向佛 讲一遍 一遍什么 悄悄的话 是不是这样 有时候甚至于 看左右 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 藏在这个佛桌 像师父的道场 师父每天早上起来 会起下面 走一走 有时候 有时候这些居士 跪在佛的面前 他眼睛看 通常是 有没有人 开始讲了 悄悄话 佛怎么样 然后有一天 我突然间出现 他的面前 他不讲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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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世焰菩萨 管世焰菩萨 是这样的悄悄话讲的 我常常很调皮 就这样 有时候 师父 有一个小佛堂 很多人常常 跑到那边去 有时候 注意 开个门起来 他吓了一跳 师父 这边有没有录音 没有 真的吗 有了 真的 真的 就这样 我有遇到两个 好像几个 他明明跟 释迦摩尼佛 在诉苦 委屈 他的委屈 天天被老公冤枉 委屈这个 委屈哪一个 我突然间 陷在他的面前 假装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真的 会有这样的 悄悄的 秘密的 来讲 把自己的委屈 讲出来 一般 我们参悔 是不是这样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不得已 真的不得已 为什么不得已 照顾自己的脸面 如果把自己的过失 讲出来 自己的臭 讲出来 会不会被人家 会不会被人家 看不起 所以真正的 忏悔 是要在大众 发入忏悔的 但是 这个需要 一个很大的 勇气 真的很大的 勇气 没有那么容易 真的没有 那么容易 你愿意吗 把你自己的过失 讲给别人听 把你自己的错误 讲给别人听 把你的秘密 讲给别人听 你愿意吗 不愿意 你愿意把这个秘密 带到棺材里面 也不愿意 讲给别人听 是不是这个 像以前 草操 草操以前 常常讲一句话 知错 改错 下面是什么 不认错 他知道错 我改 但是永远 他不会跟别人 认错的 这个就是 一个领导 所以生团 他们要忏悔 都是有这样的法路 所以业障 消得很快 但是假如我们 感觉很忏悔 这样的忏悔 很难为情 很不好意思 好 推而求几次 你请一个 有修行的人 有一个法师 德高望重的 你向他发路 你向他忏悔 为什么要向他忏悔呢 因为他听了之后 会照顾我们的面子 他不会传来传去的 会留一个面子给我们 像 上一次 我在 亚加达 有一位居士 他说 师父 我有一点事要跟你讲 我就跟这个人讲 师父不听是非 如果讲是非 师父不听 他是不是是非啊 师父 我想跟你讲一件 悄悄话 他说 这个人 这个人 那个 这个人 那个 师父 我只有跟你讲而已 我没有跟别人讲 然后我问他 真的吗 不可以打妄语 罪过很重 师父是排第几次的 师父是排第几位的 他说 师父已经排第38位的 他终于讲出来了 真的 所以 你说呢 我能在大众 忏悔吗 你在大众忏悔 你走出门 可能大家眼睛看着你 从头大尾看着你 原来你自己个人是这样的 原来是这样的 所以真的不容易 你要很大的勇气 去面对这些的事 但是 有一种方法 你可以找一个 有修行的 有德行的人 你给他忏悔 这个也是一样 所以师父 常常在佛堂 有人打电话 师父我跟你忏悔 师父不可以给人家讲 但是师父有时候 不小心给人家讲 所以你要找到一个 真正有德行 所以真正忏悔 是发自肺腹的 发自内心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因此赶紧去忏悔 如果忏悔完了 那真的来不及了 为什么 世事无常 生命无常 很多事情 我们都做不了 就是这样 所以在佛门里面 常常有一句话 有一段话流行 他说忏悔 不能 最好不要隔夜 我们要忏悔 不要隔夜 今天过世 今天要忏悔 因为隔了夜 这个障碍 这个业障 这个罪业 他就会生根了 那生根了呢 他就很难解决 太难 所以今天我们放了过世 赶紧忏悔 明天放了过世 明天忏悔 不要等到明天 这个意思 无非是提醒我们 说到 认识到自己的过世 要赶紧去改 所以这个地方 有人说 如果改不过来 怎么办 改不过来 也是很正常 谁叫我们是凡夫呢 但是 如果我能够会改 改不过来 就改不了了 那这个不能相评 提论了 一次改不过来 两次 两次改不过来 十次 十次改不过来 一百次 一百次改不过来 一千次 我们一定要坚持 到最后 改过来为此 改过 改过来为此 这个说明什么 自己有心去改 做人最终 也没有改过来 但是我们这种的努力 这种的用心 会感动了 佛弗萨 这个是不一样 绝不能因为 我们改不了 就不改了 算了 这个是好诚意 都没有 所以真正的忏悔 要认识到 是要用心去改 你会得到佛的感应 感动了佛弗萨 就是这个道理 你看阿斯瑟王 杀父 杀母 伤害母亲 破合合神 犯人 忤逆十恶 他真的真心去改 感动了阿弥陀佛 最后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 有心在改 最怕的 我们没有那一个心 就是这个道理 阿师父如果一千次 改不过来 那怎么办 水变灵 阿师父也没办法 你没有这个心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劝 劝不了 是不是 以后遇到事了 这个师父怎么样 佛怎么样 这个事又在造业了 这个就是忏悔 所以忏悔很重要 一切法门到最后 回归到忏悔 忏悔的意思 反省改过 你能够这样的改过 不断的改过 我相信 你将来的 这些的业障 就算造了 无量无边的罪业 总有一天会消 就算消不了 你有这个机会念佛 忏悔 我真的要往生西方 大业往生 到了西方节的世界 什么都没有了 参为很重要 要改过 下面 新修 新修什么意思呢 明天再跟大家 来解释 今天时间到了 今天如果讲一些 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多多建议 今天师父 就简单给大家 讲到这个地方 忏悔的重要性 记住 我们打佛祭的目标 目的 要放在哪里 大家一定要清楚 师父在这个地方 祝大家 吉祥 请废 请废 请安 祝大家 老实念佛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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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